在我家二桌施工限制 上来二桌之后面对的是这个露台 在前面是一个台式 在右边就是有一个草的队屏 从茶室旁的这个门进来 就是我的房间了 床会在这个里面 床的这个正对面有一面玻璃 还有会放一些花花草草啊 这样的话我在卧室里面 我就可以看到就外面的这些花花草草 每天一起来看到这些节目 心情会好 我们的对面就是一个床的位置 有时候呢我们就在这儿办公 也可能是在打游戏 整个空间都空透了 在这个边就是厕所 最开始的时候设计师是给我设计的那种独立预告 他会因为考虑到一小妹他喜欢套餐 但如果都没有预告呢 他可能爬进爬出 有个这种台 孩子会方便去小妹 谢谢啊 对啊 对啊 这里面会全部做成置物空间 这样我的手办收藏的硬币 自画都可以放在里面了 是个非常好用的地方 最后我再带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二楼的路台 可以看到一个 僵的风景 路台的这个墙 设计师也设计了几个洞 想象一下 我坐在这里看看书 听听音乐 睡个午觉 啊 真惬意 但是 经历了快一年的装修 新家也从毛胚房 进入了全屋定制的收尾阶段 后面也会持续和大家更新 新房的装修进度 希望能尽快装修好 把外婆借过来 一家人能早一点住进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